畫面上您看到的這一位是作家 也是女權運動人士施紀青 十三號晚間被發現 他倒在臥房的浴室地板 瞳孔放大 沒有了呼吸心跳 初步研判是心肌梗塞猝死 享受六十八歲 在談話性節目上坎坎而談 大方和現場來賓分享婚姻 以及親子的問題 他是知名作家施紀青 十三號深夜被乾兒子發現 倒臥在浴室死亡 監警今天相宴 研判死因爲心肌梗塞 享受六十八歲 監警指出施紀青十多年前 曾因心臟不適 進行心導管手術 並事先立妥遺囑 放棄搶救 事實上他曾在公視 誰來晚餐節目上 也談到生死展現豁達的人生觀 民國三十六年出生的施紀青 畢業於政大中文系 曾任見過中學國文老師 也是作家與女權運動人士 因為外交官丈夫外遇而離婚 與前夫育有兩子 孩子們一開始選擇與父親住在海外 直到一九九一年 兒子回來投靠他 母子才得以團聚 後來還一起出書 大家或許會覺得說 看到我們寫這書 就因此會認定說 我們很彼此 了解彼此說 我們吃什麼東西 或喜歡什麼 其實這些細節 我們反而沒有那麼 我心想到 這個要寫 這個老媽 化料老媽 她一定會很生氣 他們兩個 是破壞我婦女運動的殺手 世紀青一生波折不斷 年輕時艱困 中年歷經婚姻失敗 並在一九八八年創辦 台北市婉晴婦女協會 致力推動婦女權力與兩性教育 她也曾將自己婚變的經驗 寫成專書走過婚姻 鼓勵女性勇於踏出不愉快的婚姻 也因此有了離婚教主的稱號 另外她也曾經參選一九九六年 中華民國總統的選舉 不過因為聯署人數不足 遭到駁回其宿願 希望我們婉晴姐妹能夠放下 就是放下所有的恩怨 因為其實走到會走到劈腿 其實講起來也不完全 都是對方的錯 但是希望在這個過程裡面 姐妹要能夠學會了解 然後進而的知道該怎麼走 婉晴表示 雖然外界都稱她為離婚教主 但是老師並不是鼓勵離婚 而是希望社會能重視 離婚婦女的權益 扭轉以往對離婚女性 歧視與不友善的環境 也因為她的奉獻與付出 讓台灣女性權益 能有顯著的抬頭 並且進一步修改民法保障女權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的手語新聞通 我們來學學猝死的手語 可以照中文的語序比忽然 加上死 手在眼前一晃 表示忽然 加上死亡 而按照龍人自然的語法 則是要顛倒筆 先比死 再加上忽然 手往下翻表示去世了 加上忽然 請問 請問